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中共陕西前副省长冯新柱。日前,中共陕西前副省长冯新柱在任职。 期间不作为、乱作为的细节被曝光,其被只利用手中扶贫资金管理权。 谋取私利,并开了一个微信群叫《开心团》,吃喝玩乐全由大老板们买单。 1月14日,中共央视播出中纪委反腐专题片的第三集。 专。提片提到,冯新柱作为分管扶贫工作的省领导,对扶贫工作应付了。 是。她认为扶贫出力不讨好,难出政绩,她就懒得管,不想管。 专题片提到,在冯新柱的帮助下,和她关系密切的三家私营企业顺。 立加入精准扶贫试点项目,每一家都获得上千万元的扶贫资金投资。 跟这些老板她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她有个微信群叫开。 新团,大家在一起开心,所以打麻将,吃喝玩乐,旅游,由这帮老板。 买单,那老板买单肯定不是白买的。 专题片介绍说。专题片表示。 多年来,冯新柱早已习惯高消费的生活,而维持这种生活靠的救世权。 钱交易的违纪违法所得。 她落马时,从家中搜出的购物卡就多达67。 四章,最终查明,她的受费总额高达七千多万元,人民币,下桶。 近年中共当局发起脱贫运动,提出要让七千万贫困人口在202。 零年全部脱贫的目标。一些地方政府使出各种奇招扶贫造假,去。 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加上扶贫领域贪官遍地,中国民众深受。 其害,贫困户处境更加艰难。 2017年12月23日,中共审计署。 审计长胡泽君,向中共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工作报告所查出的扶贫。 造假问题时称,截至当年10月底,各地有970名官员被追责问。 则,涉及扶贫资金超过32亿元,各县有10.18万贾贫困户被兴。 退。陆媒此前报道,冯新柱在2001年任陕西同川市副市长至20。 18年落马之前,17年间收受礼金从未见断。给冯新柱送礼金的官。 原,几乎覆盖了同川市所有重要岗位、关键部门、重点单位的领导。 冯新柱从2001年6月起,先后任同川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等职。 2015年4月任陕西省副省长。2018年1月3日,冯新柱落马。 2019年1月17日,冯新柱按开庭审理。其被指售会期。 047万余元。在冯新柱落马后,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前赴巡市。 原王属小,同川市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石敏,同川市新区管委会党工。 委书记,主任郭和平,同川市亚洲区委常委,副区长赵小峰,同川市。 金融办前主任傅强等人先后落马。王属小曾于2000年12月认同。 川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书记、局长,与冯新柱共事多年。2018年4月,王属小落马。 他被指搞政治攀附,充当买官、卖官、钱客等。 报道说,王属小被报为攀附冯新柱,向其拒额行贿。 多年来,王属小姨请吃饭、洗脚、给冯新柱送礼、陪打牌等方式,获得冯在政治上的帮助。 据报,王属小先后送给冯新柱人民币350万元,美元20万元。 2013年,同川市要州区常务副区长因剑影准备的50万元。 得请托款,王属小送给了冯。 此外,冯新柱曾跟随中共江泽民集团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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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